為了杜絕這個性影像犯罪 立法院修法通過性暴力犯罪防治 相關法案 衛福部公布新法上路 滿月最新統計 成人的性私密影像申訴案件 跟去年同期相比成長三倍 達到兩百四十三件 被害人是以女性最多 大多是十八到二十五歲的年輕女性 目前受理成人性影像 從報案到境內平臺下架 大約要三天的時間 近年來散佈性影像等性暴力犯罪嚴重 立法院修法通過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及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治條例 新法上路滿月 衛福部公布最新統計 成人性私密影像申訴案件 跟去年同期相比 從七十九件增加到兩百四十三件 成長三倍 被害人以女性占六成五最多 年齡層多在十八到二十五歲 依賴使用這個我們的這些科技設備手機 這個是有關聯的 法務部表示常見的五大性影像犯罪行為 包括偷拍他人性影像 無正當理由持有兒少性影像 分享性影像給他人 下載性影像 以及利用Defact技術 製造性影像 而為了杜絕這些犯罪行為 這次修法也提高行責 如果是男女朋友之間 原來是合一拍攝的 但是後來未經同意散佈的部分 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衛福部呼籲被害人要勇敢報案 也可以到衛福部官網 新影像處理中心進行申訴 目前受理成員新影像 從報案到境內平臺下架 大約是三天時間 另外也提醒民眾 如果好奇到網路上肉搜 談論新影像遭散佈之被害人身份 隱私等 也可能會觸法遭開罰 記者來視頻 蔣龍祥特報道